- 高房價的時代 很多小資族都在尋找怎麼樣讓空間放大 今天我們要進到進階班囉 要教教大家怎麼樣從點線面出發的空間規劃 讓你的家每一個空間都可以呈現不一樣的視覺享受 進門就被這眼前的景觀給吸引了 沒有想到台北市還有這麼棒的地方 這個空間它一開始是茅沛屋 那它的室內不到30坪 規劃的時候是以四房兩廳兩位的方式去做考量 把採光跟通風的區域都留給公眾區域 還有我們的臥室空間 不到30坪可是讓我感覺卻是那種豪宅很大氣的感覺 你到底做了什麼空間的放大數 空間比例的效果的掌握很重要 那再來就是一個亮體的一個輕量化 玄關的部分我們以屏風來講 它是一個屏風沒錯 但是我其實是整個把它做融入的一個設計 從玻璃還有鐵劍白色的一個亮體 去呈現出示的一個空間感 你幫它把尺寸給縮小了 輕量化的做法讓整個空間也放大了 我們以面的設計去做考量 第一個是延續 再來就是一個融合 規劃成四房的話 公共空間的部分 它已經會有一個主要的動線 從電視牆的一個面思考 通道門的部分我們做隱藏門的設計 顏色跟材質是做整個延續的一個鋪面 融合在一起 它就不會覺得我的電視牆 舉數在一個小空間而已 用胡桃的色系跟黑色反顏的磁磚 做一個鋪層 加寬了我們電視牆的一個設計之外 延伸到我們玄關穿透到屏風 這就是我們的延續 融合就是說我們的材質之間 其實相互之間都有一個搭配 有黑色跟胡桃色的一個搭配 所以它就是一個空間融合 難怪我覺得有這種豪宅大廁的感覺 讓再來呢 我發現地平上面 好像也跟一般我們既定印象不一樣 玄關進來的磁磚鋪面 延續到後方廚房的區域 用這個面的思考 整個延續到我們的餐具櫃 玄關背牆部分 視覺更有延續感 小坪樹呢 看起來要非常的開闊 是不是得要犧牲收納空間啊 其實不是這樣子說的 因為以玄關櫃來講的話 設計就是故意做一些 凹凸層次的一個搭配 整個面來講的話 它其實就是一個造型櫃 看不到它的門手把縫在哪裡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善用它的空間 比如說我們櫃子做到頂 那一般的櫃子可能只有220公分 240公分 但是我們這個櫃子其實一路到 280公分的空間了 把空間流出來 把量體拉高 其實這個就是無形加大我們空間的效果 善用牆面不同材質的搭配呢 可以放大空間 其實餐廚區的牆面也有大學問 廚房的部分啊 我們用黑色的烤漆玻璃做鋪面的延續 讓我們視覺更有一個延伸的焦點 屋主不希望是開放式廚房 這部分我認為說 也不建議規劃成一個密閉的空間 因為我覺得這樣空間會太局促 我們希望讓它整個空間是放大 更開闊的一個效果 廚房設計成一個中段裸空 基本的功能的上下櫃都有 旁邊也規劃了電氣櫃 跟冰箱的空間位置 不會影響到它的操作 跟它的使用機能 乍看之下我們廚房好像蠻小間的 那事實上它的功能其實是很齊全的 規劃了一個拉門玻璃 可以區隔我們油煙的一個問題 主臥其實延續了整個客廳的寬闊的感覺 不過我發現怎麼會有一個格柵在那裡啊 床頭背板或者是一個主牆的設計 比例是很重要的 它的面寬本身不寬的情況之下 硬去做一個床頭櫃啊 床頭板啊 設計就沒有這麼的有效果在 床頭的部分 唯有格柵的設計 其實它就是垂直的衍生發展 它有穿透感 會有一個虛實 區隔空間的效果 擺一個床頭櫃 或者是一個台燈立燈 其實我覺得這個部分 都會覺得是一個很合適的一個放置 一方面也加寬了我的床頭設計的感覺 進來到了浴室 哇這真的太享受了 有這樣的浴室有這樣的景色 根本就不用出去度假了 這浴室兩面開窗 光線啊跟通透感是非常的好 泡澡的部分 我覺得其實也算是蠻享受的 一方面有可以看夜景的一個效果 梳妝台的部分呢 我們刻意把鏡子的部分做偏移 當梳桌的時候 不會覺得說一抬頭就是鏡子對著你 偏移的操作 畫面會比較有趣味跟協調感 化妝鏡在一邊 你可以把view呢留給窗外的風景 這樣子呢我覺得這個空間不只是化妝了 它可以成為我們媽媽放空的一個區域 主臥室呢最重要的就是收納空間了 承襲的你剛剛有說 整個呢樓高完全都不能浪費掉 我看到你做到頂了 主臥室路口啊 我們做了一個穿衣鏡 其實無形中你會覺得 它其實就是一個造型的一個牆面 穿衣鏡的部分是整個落地到頂的 延續了整個空間的放大的一個設計 我們規劃了一個屋衣空間 一次性的衣服我們可以直接就掉掛 不放衣服的話 我們其實當展示櫃也是可以 沒錯 我發現你把每個空間 每一個細節呢都精算到不行 兩個女兒兩個小孩房 通通都要一模模一樣樣的空間 互動的過程我們可以了解到一些 屋主對於家庭的一個期望 跟子女教育的一個方式 空間在規劃上啊 其實會有一個是 比較大的一個小孩房 屋主不希望是因為大的小孩 就是用大的房間 我們公平的規劃成 一模一樣的大小的空間 相對的會產生出另外一個空間 當成是一個儲藏室 或者是一個未來的客房 精算了兩個一模一樣的空間 這就多了第四間房了 因為兩個女兒其實都已經過了一個粉紅色 或者紫色的那個年紀 所以我希望它是一個比較能夠 一直用到大學 或者是成年的空間的一個色調 所以我們用了比較中性的顏色 或者是比較流行的一些 蘭迪的顏色去做操作 你是不是把每個空間都當成作品來設計啊 我希望能夠用作品的方式 呈現這個設計師作品的價值 對自己的工作很熱愛之外啊 我覺得每一個作品 達到你取取理想方向的時候 這種成就感是外人可能沒辦法體會的 貼近屋主所希望的需求 給他一些新的想法的一個創造 那我覺得這個設計 對屋主來講其實就是好設計 照片里面的保護物 每個部份的一份 設計師所在設計師 設計師所在設計師 設計師協議 佔總統 設計師 協議 選磨 設計師 感谢观看